在台湾除了人类之外 唯一的林长类生物就是台湾猕猴了 这几年台湾猕猴的新闻其实非常的多 但多半都不是正面的新闻 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报道报道说 台湾猕猴偷吃水果 或者跟人类打来打去 或者抢东西侵入民宅 有时候会看到台湾猕猴到果园中抢水果 有时候会听到台湾猕猴在路上抢人家的塑胶袋 或者是侵入果园 果农会说这些台湾猕猴很多都咬一口就丢在那里 实在非常的浪费 为什么这种猕猴总是跟人类产生大量的伤害呢 特别是在高雄市的中山大学附近 常常会有这些新闻 这时候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两个会产生互相信的伤害 除了台湾之外 在国外是不是也有猕猴呢 在国外的猕猴是不是跟台湾一样 会跟人类互相打来打去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 这个台湾特有的物种 台湾猕猴 台湾猕猴是一种原生在台湾的原生生物 也是台湾唯一的一种原生的灵长类生物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就属于人类跟台湾猕猴的血缘最为相近 台湾猕猴分布在台湾的本岛的各个地方 从平地一直分布到数千公尺的山区都有 根据调查 台湾猕猴喜欢在扩跃林中活动 在许多的时候 台湾猕猴有固定的迁移路线 跟固定的生活环境 所有的食物来源主要依赖着森林中的植物跟动物 猕猴基本上以植物为主食 例如植物的叶子 水果 嫩芽等 这些都是台湾猕猴主要的食物来源 但是他们还是会吃一些昆虫 或者一些小型的生物 比较接近杂食性的生物 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到寿山 或是到森林底层的时候 你常常可以观察到台湾猕猴会拔一些叶子下来吃 主要的原因 这些叶子就是它的主食之一 根据研究调查 台湾猕猴可以取食的天然植物 可以达到85颗300多种以上的植物 基本上许多森林底层的植物 都是台湾猴的主要食物来源 如果没有人类的话 全台湾应该只要有森林的地方 都会有这种生物存在 不过我们人类却对这种生物不太了解 会觉得说台湾猕猴不是很多吗 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 到底台湾猕猴有多少 我们常常口耳相传说 台湾猕猴很多 那到底台湾猕猴有多多呢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 台湾猕猴在台湾到底有多少只 依照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显示 其实台湾猕猴的数量在各个调查下 差异非常的大 在20几年前的调查资料中 当时初估台湾猕猴的数量大概在20到30万只左右 当然这个数据听起来非常的巨大 也有人持反对的意见 他们认为台湾猕猴在一些常见的地方 例如柴山、台南、花莲等地 整体调查下来的数量可能才15000只左右的数量 怎么可能全台湾会达到20到30万只呢 所以他们会觉得20到30万只是高估了台湾猕猴整体的数量 不过可以大概知道台湾猕猴就算最多 整体的数量也不会超过20到30万只 以整体台湾而言 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少的 在台湾繁殖鸟大调查的研究中显示 从2015年到2019年之间 他们在大量人为的调查之下 他们发现 其实台湾猕猴的数量并没有大量的增加或减少 算是一个持平的水准 在分布点上 以500到1000公尺左右 是主要台湾猕猴分布的地区 在这个海拔的高度 台湾猕猴的族群相对其他海拔是高上许多的 而我们常常看到新闻杂志里面会提到 台湾猕猴的猴王 台湾猕猴真的有猴王吗? 我们如果常常上山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人指着一只比较壮硕的公猴 就会说他是猴王 这个观念是对的吗? 在台湾猕猴的族群中 台湾猕猴是很特殊的母系社会 简单来说 台湾猕猴的族群是由母猴所组成的 在台湾猕猴出生的小只的母猴 长大以后会留在族群中加入族群 所以你看到的母猴很有可能是姐妹或是亲戚 而族群中小公猴就不一样了 小公猴长大以后就被逐出族群外 他会在外面流浪一阵子后再慢慢的加入其他的族群 所以在台湾猕猴的社群中 不应该有猴王的存在 在台湾猕猴的母系社会中 只有核心公猴的称呼 在这个族群中 其实不只只有一只公猴 只是有一只地位比较高的公猴 这个地位比较高的公猴 会负责保护整个族群的责任 当然他也有优先的交配权 而这只核心公猴呢 只要母猴不满意的时候 随时可以换上其他的公猴 基本上这个核心公猴每几年就会一组一次 由比较外围的公猴所取代 猴王这个称呼在台湾猕猴的里头 应该不算成立的 而为什么在台湾猕猴总是和人类有所冲突呢? 我们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台湾最有名的地方 柴山 或称为寿山也可以 这个地区位于高雄的周边地区 距离城市非常接近的山区 而在这个地区大概有一千只到一千三百只左右的猕猴 其实这个地区的猴子的数量一直非常稳定 这几年下来一直保持在一千只左右 寿山这个地区每天上山爬山的数量的人有多少吗? 依照2004年的调查 柴山假日上山的人口大约在6175人左右 就算是在非假日都有3490人左右 所以你可以知道 每天上山的人口大概是猕猴群的3倍到6倍左右 一个星期将近会有3万人次以上上到柴山 比整体猴子的数量大上非常多的数量 当人多的时候就会出现七地的破坏 人去采土,土就会变硬 加上植物的移除的问题 在柴山有一个很特殊的行为 很多人喜欢在上面做自己的休息区 种一些奇奇怪怪的植物 或是成立休息区的时候 就会砍伐森林 这个也会造成猕猴的食物减少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猕猴有固定的迁移路线 有许多猕猴的迁移路线 刚好会跟人类走动的路线相互重叠 人类看到猕猴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产生喂食的现象 当喂食的现象产生的时候 猴群就会觉得 只要有塑胶袋 就有可能会有食物 也就是因为这样 人和猴的冲突也日益增加 大部分的台湾猴都生活在低海拔到中海拔的山区 而这些地区 刚好都是人种植植物的地区 无论是水果或是蔬菜 大部分都会种在这个浅山的地方 也就是因为这样 人跟猴互相的争谛 人跟猴的大战 就会一直持续着 当人一直开阔的浅山的地区 就会一直碰触到猴群生活的地区 相对而言 两边的战争会永远的持续着 而在国外是不是也有猕猴呢? 其实在日本 有日本特有种的猕猴 我们称为日本猕猴 日本猕猴的尾巴比较短 大约是台湾猕猴的一半以下的长度 如果你把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非常明显的区分出这两种猕猴的差别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背景图 左边的话是台湾猕猴 右边的话是日本猕猴 你可以看日本猕猴的尾巴相当的短 而日本猕猴又被称为雪猴 之前有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专门去拍日本的猕猴泡温泉 非常的可爱 在日本有些特殊的温泉池 就是给日本猕猴泡汤使用的 非常有趣 还有一种猕猴 从中国一直分布到印度的地区的猕猴 我们称为恒河猴 这种猕猴的品种分布非常的广泛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实验用猴 从中国南方一直分布到印度一带 中南半岛一带也有分布 恒河猴的尾巴的长度大概是三种猕猴中最长的 当然除了这几种猕猴之外 现今的猕猴品系大概有23种 我们下一次再介绍其他的品种 不知道你对台湾猕猴有更加理解了吗 下一次我们再深入了解这些猕猴 我们下一次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咯 请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